家人们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羊粥炒饭的做法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开始 去皮黄瓜切丁 火腿肠切丁 虾仁切丁 胡萝卜切丁 轻豆搭配颜色 再切点小葱花 首先我们准备一碗剩米饭 碗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把蛋黄分离出来 蛋黄倒进米饭里面 把蛋黄和米饭搅拌均匀 把它放一边备用 锅中水烧开下入虾仁和配料 开锅之后捞出控水备用 锅加油 油热放入小葱 爆香以后放入辅料 加入一点料酒加一点水 加入盐 味精 白糖 胡椒粉 把它烧至入味备用 热锅凉油 下入蛋液 这样一点都不粘锅 鸡蛋一定要炒得越碎越好 下入拌好的米饭 全程中小火慢炒 边炒边拍打 炒出水分 炒散 炒香 水分不能多 然后加入炒好的配料 然后大火地把它翻圆 加一点盐和鸡精 炒香炒至调料融化 下入小葱花 淋入少许葱油 继继续翻炒 炒出葱香味 出锅即可 一道好吃的蛋炒饭做好了 喜欢的关注一下 谢谢 关注我 谢谢 我也是 吃一片 吃一片 来 lol